《民主進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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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姚佳文 現在來談民主進步黨 我上次在講民意島運動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講民意島運動 跟民主進步黨來做比較 甚至用民意島的精神來批評民主進步黨 事實上這是有不同的 當然我目前也是對民主進步黨 現在的運作有不滿有批評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那是有所不同的 台灣的政治活動在中立事件 1977年以前基本上是反對運動 批評國民黨的多 1977年以後 台灣進入一個參政運動的時代 大量的人出來競選參政 民主化的結果 特別接觸截園以後 特別選辦法修改以後 特別國外前面改選以後 甚至省長、市長讓我們選 最後總統讓人民去選以後 很多人投入選舉 第二個叫參政運動 參政運動當然很多人參加 參政運動最後就組成民主進步黨 但是台灣人民所追求不只是參政 參政是少數人的興趣 當選選舉也是少數人 去得到職權公職 那麼其實台灣人更關係是台灣的建國運動 所以民主進步黨成立以後 民主進步黨成立以後 建國運動也同時在推動 所以本來民主進步黨成立的時候 一方面是推動選舉 幫忙黨員參選 另外一方面 在關心台灣的前途 民主進步黨成立差不多前面十年 在江文間我、黃信介 幾個人擔任主席期間 我們大概兩邊都在關心 一方面關心黨員參選 選舉運動 一方面事實上 我們在推動江國運動 所以從1988 我擔任主席時候 所推動的台灣主權獨立的運動 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台灣主權獨立 不屬於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到黃信介時代 推動到台灣共和國憲法的成立 都是在討論台灣的前途問題 所以民主進步黨成立的宗旨 當時黨員的主張 一方面做參政運動 一方面做建國運動 兩種人互相幫忙 互相合作 兩種運動同時進行互相配合 不過最近幾年來 民主進步黨有一些改變 所謂選舉總路線的主張出來 就把民主進步黨變成競選的工具 選舉的機器 這中間就發生了一些問題 慢慢的這些有工資的人 就佔了黨的領導地位 所以黨本來應該是一方面官司 政務還有黨務還有選務三種 一方面黨務要有人專門來管 一方面政務參政的人要去管政務 一方面選務有關選舉的事情 是在選舉之間大家共同努力 很可惜政務跟選務變成很重要 黨務大家不大管 特別這幾年來 因為大批的民主進步黨的要腳 民主進步黨的領導人物都去從政 那黨務就比較被疏忽 黨務就疏忽 結果變成民主進步黨 真的做到選舉的機器 我們看每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 全國代表大會討論的議題 在前面十年大部分都在討論 台灣的前途 台灣的主權 五國的營土 中華民國憲法 改成台灣共和國憲法 等等的議題 到後面大概都在討論 最近十年大家都在討論 提名條例 提名人選 選舉事務等等 甚至慢慢的 因為很多人進入 特別在陳水扁擔任總統 兼任民主進步黨主席以後 幾乎黨變成這些公職人員集會的地方 所有公職人員控制了政黨 所以民主進步黨的另外一個任務 就是建國運動 民主改革任務慢慢消失不受眾事 民主進步黨一方面協助政府 推動政務 一方面就忙著提名助選 至於民主運動 改革運動 建國運動就被疏忽 所以最近很多人來批評 民主進步黨這樣下去是很危險 民主進步黨得到人家的支持 除了你參政人的個人條件以外 主要大家是認同民主進步黨是一個改革政治的一個團體 民主進步黨因為為了改革台灣的政治 推動民主運動 推動建國運動 很多人願意支持 因為這個支持力量非常大 但是慢慢 當我們看到說民主進步黨都忙著在選舉 忙著去奪取公職 取得政權 那忙著在提名 忙著在助選 忙著在選務工作 政務工作 黨務工作比較不受眾事 大家就比較失望 所以這幾年來民主進步黨的社會支持力慢慢降低 所以像現在雖然國民黨的支持力不高 也很久也很久的政府支持度不高 但是民主進步黨的支持力也沒有高 大家覺得說你們還不是一樣為了奪取政權 為了奪取公職在努力 那以前所說的要政治改革 要怎麼樣到哪裡去 所以民主進步黨現在大家期待他能夠做三件事情 在美利島運動時我們做三件事情 一個解除戒嚴 一個國會全面改選 一個修改憲法 現在的工作應該第一個證明 台灣證明 第二是台灣自憲 制定新憲法 第三是加入聯合國 三個工作 但是因為如果你是以黨作為競選機器的話 重點是在競選活動 在推動 在向社會推銷獲選人 就重視個人不重視議題 這是大家對民主進步黨失望的地方 所以以前黨請經叫我對黨提出檢討 我也寫了一個報告給黨 我們認為黨應該堅固 回復以前的精神 所謂黨魂 以前的黨魂就是說 一方面推動參政運動 一方面推動政治改革運動 而現階段的政治改革運動 就是建國運動 讓台灣這個國家能夠正常化 很多不正常的 憲法、國際名稱、國際關係等等 還有我們的文化、教育、財稅等等 能夠有以台灣為主體的一個新的體制 我曾經做這樣的建議 可惜大家還是忙著選舉 最近的選舉雖然有點起色、有點進步 但是離我們目標還是很遠 台灣需要民主進步黨來領導 我們的建國工作 雖然社會團體做了很多 但是還是要有組織的 像民主進步黨這麼大全國有地方黨部 有基層組織 中央有豐富的人力跟財力的組織來推動 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對民主進步黨 還是有很多的期待 謝謝各位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家庭 дальше 請問一下 對 人房頂 喜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